化学兵出动仔细喷洒每个小角落 住家死角更是重点 就是因为登革热疫情急速升温 扩散地图15个县市沦陷 重点区域台南高雄一片红通通 上周新增三起登革热死亡个案 还有2127例的登革热本土病例 单周增加幅度首次突破2000例 其中台南1971例最高 全国累积病例已经超过6000例 逼得国军紧急伸出援手出动30名化学兵 展开社区登革热防疫战 登革热重症以及死亡的高风险族群 就是年长者以及具有多重慢性疾病的这些族群 防堵登革热扩散 化学兵们穿着全身防护衣包的密不通风 喷药消毒 天气闷热防护衣内汗如雨下也没有任何怨言 评估现阶段高雄市的疫情呈现多点散发 甚至有群聚的风险 那目前全市累计共有243例的登革热本土个案 经济防治只能扑灭环境中并没稳的沉稳 那防治登革热还是有赖于 全民共同多加检视市内外的积水容器 尤其中南部登革热疫情热区 近期常常出现强降雨 也要注意空花瓶废轮胎等容器积水 可别让登革热早上升 环宇新闻林维凯阳哥李洛彤 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